他是用看的 他要下這邊 然後他就看 他是利用視覺原理 就看你要上下左右 或者是你要落子 然後看 然後訊號送到這邊 然後這邊就送到訊號出來 然後這個機器也在台灣 所以變成是在台灣 在台南的機器跟加拿大這邊即使 就可以用隔空堆一起 他們也是用到訊號 對對對 用到訊號 他這邊的頻率都不一樣 那這個機器也是從台灣帶過來的 對 從台灣帶過來的 因為這設備是學生他們自己做的 那這樣想 對 對 對 那這次是你們也是帶這個 國際性的會 對 對 對 第一次 而且很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次 因為老波其實已經研究已經很久了 那圍棋更久 那可是把老波跟圍棋拔起來 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次 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次 在這一種正式的國際唯一 那我們的團隊包含台南大學 交通大學 還有美國聖利亞哥大學 那其實機器人那天只能有日本的東京 所以我們是跨國合作的一個成果 對 那未來我們就會帶著這個來控制機器人 那如果就可以也不用下次 那希望看了就好了 對 所以他未來的發展的應用會有哪一些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比如說老年人 就是 其實很廣的這個比如說像教育學習啊 或者是認知的功能一些都有 對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第一次 跟那個Computer Go結合 對 然後是用腦部去做 但是他有很多的 比如說我們想知道 因為現在AI非常的熱門 所以我們想知道其實他們在下棋的時候 對 那他的大腦的思考 比如說尤其是有關策略的 那種他的建構 他的佈局 他大腦的連結網絡是長什麼樣子的 是不是有機會能夠去跟 像我們電腦的AI的Go 可以去Comput 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第一個先做出來 可以直接用腦部去控制它 那種位置 那其實這個腦機界面發展了一陣子 但是那下一根跟我們結合的講話 應該是三標四標 這個就是非常方便非常快 像很多人 對 很多人就是 當你很多人可以試 你是等一下可以看到這個腦波的那種 我記得我們那邊要測試了是不是 喔 這邊 所以就可以即時看到他腦波的那個訊號 對 所以其實要這樣 你看我現在眼睛眨越 會不會有 如果咬牙的話 還有一點勾河 這是訊號就不一樣 這是訊號就不一樣 才會有很多 這都是即時訊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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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